小油奶JK事件再升级 网友爆料不亚照片 广州漫展他算是收敛了 在二十岁元当中 前不久 爱斯巴粉丝 我心肠胆 银人五年 篡位成功事件 余温上载 主题为出雾语的 广州漫展16岁少女 JK事件出现 广州漫展事件的当事人 就是这位16岁的少女 小油奶JK 她身着JK制服 为吸引现场眼球 做出一些露骨行为 吸引了不少摄影师 和游客为观 与此同时 她的不雅行为 遭到现场一些人的不满 将其现场照片 发布到微博上 迅速引发广大网友的谩骂和笔 并且上了微博热搜 将本次广州漫展 推上了风口浪尖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随着事态的发展 广州漫展小油奶JK事件 变得严肃了起来 小油奶JK事件 让很多JK爱好者感到不满 称极坏了JK圈的文化 叫小油奶滚出JK圈 是他毁掉了一切 让JK制服变质 需要重新定义 小油奶撕毁了JK圈 他是导火索 JK圈和COS圈一样 有清流又灼流 这点圈内的人都应该心照不宣 看破不戳破 小油奶只是把JK和COS的 最本质暴露出来 轻者自信 灼者自灼 小油奶撩群拍照 这个动作在某短视频平台 数不胜数了 甚至比他的动作更大 小油奶JK事件 只是被放大 引发了事情的严重性 在小油奶JK事件出来之前 一些JK制服爱好者 玩得不亦乐乎 上传的作品 一个比一个露骨 在JK圈 谁也不要说谁 小油奶只是让JK圈 变得更难了 在网上 那些JK制服作品 除了拍腿 就是拍脚 在原地撰几圈 让群摆票的更高 这些JK制服爱好者 与小油奶又有什么区别呢 摄影师为了流量 常游走于灰色地带 同样制服JK爱好者 同样也是需要流量的 然后见走偏锋 拍一些露骨的作品 这是价值观导向的错误 还是迎合大众 仿佛有黄颜色 就意味着有高流量的收入 他们都知道 如何获得高流量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